当琴剑轻轻跳跃 历史的画卷缓缓展开 它记录了一个学府的辉煌与荣耀 它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梦想与追求 那是一首已经传唱了许久的歌 它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园里 回响 我过来的时候我非常惊喜 因为我们今年开学典礼的时候 就给我们上了两堂课 一个是如何判断商品的正确价值 另外一个是邓教授的中科大校史 这两堂课其实对我来讲非常震撼 科大校史的中科大人一代又一代 为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去前赴后继的去奉献了非常多的自己的家国情怀 他们在奉献的过程中间 其实也受到其他人的很多的一些影响 但是为什么他能再坚定在中科大 尤其中科大来到合肥之后 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依然能够产出那么多耀眼的结果 这就让我们想象到 那其实我们一定要站稳自己的中心点 以自己的中心点为出发 然后站稳价值 然后一直往前走 从1998年 当中国科大手自启动MBA教育 到现今已有10500余名MBA学子 这是一段关于梦想 追求和不断创新的旅程 在这20多年的时光里 教学质量如同琴声中的高潮 一次次突破 一次次升华 直至触达卓越的巅峰 其实科大的MBA的课程体系 是经过20多年的打磨 到现在沉浅下来的课程 很多老师也是跟随着科大MBA 一步一步成长 变成非常非常专业 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 这二十余载的征容岁月 不仅是学术质量的不断攀升 更是学院品牌影响力的 日渐壮大 在参见完咱们的三大赛以后 思维和认知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对我自己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 是好奇心的改变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接到的第一项工作 是如何把迅飞的体验阵地 然后以各个环节做标准化 我缺乏一个系统性的思考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来到科大 我从此以后拿到了一个系统性的思考框架 那么我就不再是以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或者是以运气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可能以更高维度 有更好的方法 更有效率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希望来中科大一MBA拿到的东西 MBA学习之后 去年年底重新制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推行全公司的级校考核与管理 而我们更多的注重的就是 通过级校对员工进行管理 帮助他成长与发展 这个级校的话 也是我们在课程上面有学到 一个显著的一个成绩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销售业绩的一个目标 他们能达到的一个目标 跟去年相比 很多人都是翻了一番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管理带来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就是离职率的下降 这个就是稳定性的员工变得更多了 四位一体的培养模式 是学院的教育特色之一 确保了学生们在课堂内外 都能得到全面的成长 我们这帮同学 大部分属于企业的高管 或者企业的控制 所以对我们来说 何旦有这些商科的专业知识 学校也会经常组织游学 像请一些行业的大咖过来做讲座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 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 未来我们需要怎么做 企业需要怎么去发展 卓越培育理念 更是凸显了学院 对于培养高品质科技型企业家的决心和信心 立足长三角及中部地区 学院旨在为高新技术企业培养那些具有全球事业 创新思维 社会责任的科技型企业家 科技型企业对我来说是改变了我的人生阶段和人生的计划 完全让我体会到科技型企业的这种物超所值 小哥再次想起悠扬而深情 回忆着过去 展望着未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始终不忘初心 坚守使命 为国家 为社会 培养出一代代的领军人才 作为一个已经踏入职场工作多年的人 其实重回学校上课 就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了 那第二就是加入中科大的这个MBA的学习 它其实也是我们在职场发展的一个加速器 当你决定报考中科大的那一刻起 其实最难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只要你下了这个决心 你一定就能做到 同时你只要踏入这一片校园 你一定不会后悔 中国科大管理学院MBA招生 并成创造管理思想与工具 培养管理英才与领袖的学院使命 中国科大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使命和理念 初心始终如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